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照顾心灵 欢迎收看甲骨文公司电脑云端总设计师 优势领导力教练陈德坚老师 为大家分享职场新习惯 从新手到领袖 朋友 身为职场人 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觉得只要自己专业水平过硬 就一定能够稳步高升 获取高薪 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期待 最后却发现 虽然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不弱 却没有因此就取得事业的成功 而今年累月挣下的那些钱 也没有给自己带来预想中的快乐 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了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陈德坚老师的解析 这是你的职场 这是我的职场 这是我们塑造生命 一起成长的地方 好 大家各位好 我是Jacky 那今天我们就讨论到怎么样在你的职场里面能够力争上游 那就是从你的效率 你效率很高嘛 很多你们到这个阶段的话都是比较能干的 那怎么能变成从效率有效果呢 就是说不管你做事有多快 而是老板或你的客户或你本身觉得你有多少成果能够产生 这个蛮关键的 你要成为主管 成为能够更上一层楼 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职场四个阶段 我们已经讲过了整个出进职场 从一个小白 我们刚刚大学毕业或刚刚出来工作 到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职场的一个力争上游 今天讲到从效率到效果 然后我们下面还会讲从你的个人的成就到你的团队 然后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困难 那怎么样从痛苦的职场的生涯里面的一些挫折 然后变得能够喜乐 然后我们再看将来的带领团队跟传承使命 好 那今天讲这个就是我们的职场 新习惯的四部曲的第二步 力争上游 那就是我们讲一下从效率到效果 很多人说那个Jacky 你也在职场做了蛮久的 那你又没什么经验跟我们讲一下 我自己经历过这个阶段了 你们可能也会 就是你们觉得你们在职场学了很多很多道理 不管是你的工作的道理 还是别人教你的一些职场的一些经验 但你却做不出来 很多时候你听过一个电影嘛 2014年有个电影叫《后会无期》 这电影很有趣的 它里面有个主题呢 说你听了很多道理 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啊 那我就听起来 我们当时看在网上看了 哇 觉得这个 这是很多人的写照 所以反正说那个知识不等于能力 我们可能学了很多知识 但是没有这个能力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原来这句话 从一个诗人叫习慕容 你们可能听过 他讲的 所以他们电影就引用过来了 所以我们就照这个题目讲 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学的道理 学的一些我们的知识 但在市场里面不能发挥 我们老板跟客户还不是非常满意 那我们自己也觉得可以有上升的空间 那怎么做呢 那我自己给你们一个公司啊 因为我是电脑的设计师 所以我也工作有30年 所以这是我经过多年的实践 得出一个公司 我觉得蛮有用的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 就包装你早上上班啊 是吧 一起来吃个早餐上班 跟客户跟同事老板一起团队合作 但你的每天的能量 你会发现就像那个手机电池一样 开始很满的 一起来出五个是吧 都满满的 能量满满的 但过了中午吃完饭 跟客户很多的技术问题 或跟客户的一些商业的谈判 你慢慢的能量就降低了 很多时候呢 你看到你有工作能力 你的同事老板其实也蛮认可的 但关键是你的结果可能有营运的预期有落差 什么意思呢 可能客户要你一个礼拜交货的 突然间就有其他问题赶不上 你晚了两天交货 晚了一天 那客户就投诉了 说你这个工作能力不行 你为什么这样有这样的结果 你看到没有 很多时候客户的情绪 包括你自己的情绪 实际上并不是由你的工作能力来决定 而是他们对你的期待的结果 期待的预期跟你的结果的相差的部分 就说如果你预期期待是一个礼拜五天交货的 你现在晚了一天 结果就晚了 你预期跟结果就不配合了 然后他跟你的工作能力相乘的是 你自己情绪的一个感觉 或是你的客户老板对你的情绪的评分 结果这种外在的情绪压力 就让你觉得你好像没有把工作做完 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你之前对项目的预期 做得太快了或太容易了 你忽视了这个预期结果的落差 所以一定要去管理好你对客户的预期 或是客户对你的工作 对你的项目完成程度的预期 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结果是超预期的 例如说你原本是计划五天做完了 你可能把预期设的稍微远一点 设到你两天的预期 七天你给他一个这样的计划 你六天做完了实际上你是超预期的 所以很多人讲的 就是说特别是诺米尔经济奖 有个叫赛勒教授 他讲过人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的心理账户 那后面我们会讲一下 心理账户就是说你对事情的你的感觉 你的预期更实际达到你心上的一些状态 这就是我们跟他讲的 你每天的情绪能量 有你的情绪管理的好的话 实际上他不光是把你的工作能做好 而且客户觉得你的表现优异 老板也喜欢你自己觉得很愉快 所以我们说了你整个的工作的结果 并不是完全由你能力来决定的 而是你要好好的管理客户你自己 甚至你老板同时对这个事情的预期 好了我们就讲第二个就是在例证上游阶段 其实技术能力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这有个图 如果你看的话 其实你们都听过IQ IQ是智力的上述 International Culture 那另外除了IQ以外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发现 如果你要做一个全人的发展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生活里面 实际上还有另外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EQ你的情绪上述 你对情绪的管控 你对情绪的调节 碰到问题 你是不是很稳 而且能够马上的调节情绪 能够找到下一个方案 另外你的健康 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国 在亚洲 很多的时候工作比较忙 都没有空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多厉害 有IQ 有情绪管理 但是没有健康 另外一个很关键是你的灵性上述 叫 Spiritual Culture 就说如果你在整个的全人发展里面 你很注重你的技术身体跟情绪 但实际上你没有生命的意义 找不到你的生命方向 你的价值感丧失了 对工作没有内心的热爱 我们之前讲过 没有这种Love在里面 Love binds all things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这四个Q HQ EQ IQ SQ 所以四个缩解是He is 你记住的话就是他是 所以你的四个Q的话 相信你们在职场里面 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所以请你们记住 在你的职场的网上的过程中 不要光看技术的能力 要看你的四个方面整圈的发展 讲一下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理论 叫前景理论 Postpad Siri 它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他是一个叫卡尼尔的教授 他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学的教授 但是他拿的奖是经济学的奖 那为什么呢 我们讲一下就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讲 我们工作是希望有好的收入 是吧 这没错的 但是这个前景理论里面看到一点 就是你的收入 不能只是金钱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图表 那个横轴是你的 获得的那个金钱 这边是美元 因为他是美国的大学教授 那如果你是美元 你赚了 例如说100万 你有那个心理的 那个所谓的心理的价值感 我觉得很开心 这有100 200 300 例如说100万 你赚了100万美元的话 你心里面有170的快乐指数 你赚了200万 但是你看到他只有200 大概220 他卫生不是翻倍呢 很有趣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 所以为什么他拿到那个经济学奖 他们做了非常严谨的测试 原来你在得到一个更多更多的金钱的时候 你的心里的那个账户 或心里的那种感觉 并不是加倍的 或是跟那个是线性的 它是一个慢慢慢慢平缓的曲线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的那个里面的价值感 如果只有我们的工作得到金钱的话呢 很可能你的将来的满意程度 或是你家庭跟你工作的满意程度 是并不是能够线性上升的 而且有一个关键点 如果你是一旦你的工作转化 或是你失去一些金钱 看到没有 他失去金钱 同样是失去100 跟得到100 他失去的那感觉是负数的 就感到亏了 损失的那种感觉是一般的2倍到2.5倍 所以说你得到 可能得到100万人民币或100万美金 你的感觉可能是挣了170 但如果你损失100万人民币 或损失100万美金的话 你的感觉是负的300 非常沮丧的 所以很多人是不喜欢损失的 包括在投资里面也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你们知道在职场里面 你不要把你的目标光定进在一个金钱的目标 你要设定你全方位的成长 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心理价值 而且他们这一讲 如果你当你收入刚才讲过 高到一个程度 你会感到无感 越多你看到很多亿万富豪 开始都蛮开心的 但慢慢慢慢它增到一个程度 它就没有感觉了 另外一个叫参照依赖 很有趣的 他说宁可我们是跟别人比较 他做了很多的非常严格的测试 跟那个访谈 他说如果你别人 你身边的人都赚60万 收的你身边的人 你的朋友 但你是收有70万一年 还是你说你身边的朋友都赚90万 你一年赚80万 大部分人很特别的 都选一 他宁可在这个群体里面 他是优秀的 鹤立基群的 他也不选择 他多点钱 然后感觉很糟糕 低便差 所以很有趣的 这个参照依赖 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工作 不要光为金钱 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理想 而且金钱是不能带来绝对的快乐 另外一个 我们就说 我们要更好的去 能够跟你的老板 跟自己设定正确的预期 我们刚才讲过 丹尼尔坎尼曼这个理论 前期理论非常的有趣 你看到没有 他不光是你得到快乐 你损失的时候 是会很痛苦的 你看到 如果你得到100 你是得到大概是1 例如说也得到100 但是你损失100的话 你可能是2到2.5倍的损失 所以实际上很多人 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职场的奋斗的时候 我们都总想被蓬墓 被提升 能够得到更好的收入 但一旦你的工作转化 如果经济不好 你要跳槽 或换到另外一个环境 你不适合的 实际上那个落差是很大的 所以你的收入的损失跟增长 是有一个 所谓有个预期的锚点 那个叫参考点 当你们能够好好的设计 你的参考点的话 实际上会让你的工作更快乐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的工作能力 并不等于你的快乐指数 也不等于你老板对你的评分 跟客户对你的评价 所以你怎么做呢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像我自己 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可以重设那个锚点 你看到没有 这个锚点是在0 所以如果我工资是 例如说我今天得到100万人民币一年 我明年到120万人民币 我就慢慢开心了 但是我的锚点可以转移的 我可以把它转移到下面的锚点 就是那个 就假设我根本就没有钱 甚至我欠别人的钱 这是很有趣的 在心理学里面是可以允许的 你把这个参考点 像那个爱因斯坦说的那个参考系 你把参考点放到最低下面的话 你看到没有 它的整个轴就变成都是正的 就是每一分你赚换的钱都是正向的 所以这个心理价值呢 都是正数 这是很有趣的 当你把那个参考点 当你把你收入参考点 移到你的本来是一无所有的 就像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嘛 说有个儿子 他有两兄弟 小儿子就流浪了 就跟爸爸讲 我要去外面发展了 我不跟你跟大哥住一起了 你把你的遗产先分给我了 预先分给我了 他一走了 就离下去了 这爸爸好伤心 但是还是把钱给他了 他过了一段时间去外面 就是流浪把钱都花光了 就回来了 这爸爸就非常高兴 他说 哎呀我这个儿子 就像死而复活 事而又得了 他们就快乐起来 你看到没有 其实当我们在失去一件事情 或失去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利益的话 我们很难过的 但是当你这个东西又回来了 像你有时候你找不到一个东西 突然间找回来 或你有个好朋友 突然间回来了 或你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原来是被改变了 去了另外一个公司 突然间回来 你是得到的快乐 是比你原本得到的再多一点 还要快乐的 所以我刚刚跟你大家讲的时候 你在工作里面 要刻意的设定你心理的锚点 就假设你的工作 你本来是没有的 而且你还能够重设你老板对你的预期 为什么呢 你跟老板讲我会尽我的能力 但是你也知道 我工作我是尽全力 但是结果不在我手上 那你可以把客户对你的预期稍微降低一点 这是很有用的 我们对客户承诺 或对老板承诺的时候 不要过分承诺 你要把承诺 把那个容量 那个进度的容量稍微扩大一点 做更多的估计 然后把它的期望值稍微挪低一点 那这样的话 当你的那个期望值稍微低一点的话 实际上 你得到同样的那个输出 同样的那个工作的结果 但是那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老板会觉得 这个员工不错 他不光是能够完成工作 还能够超时 超而完成 所以他对你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 真的要在你的阶段 要有意的去训练这样的能力 不光是工作能力要达到一流 而且你在你的情绪管理 你对你自己的价值感 要为金钱奋斗 而且你要为你的四个能力 HQ EQ IQ SQ 四方面都要努力 这样的话 你的心里是每天有感恩的心 而且你的工作会更有果效 所以我们就说 然后在整个总结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 在资产里面 除了你的工作要越来越好 还要去管理你的全能 发展你的全能能力 让你的情绪更安全 更稳当 而且你的身体更健康 而且你的工作能力也越来越强 最关键的 你要有爱在里面 你对你的生命的价值有意义 这样的话 你通过你 调整你心里面的那个锚点 那个预期 让你知道 我本来是一无所有的 但因着恩典 我能够起来 我每天能够有口气 能够呼吸 能够好好的上班 能够为家庭 为自己奋斗 这样的话 你的工作能力就会越来越被肯定 而且也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谢谢陈德坚老师的分享 通过今天的学习 盼望我们都能够有意识地 调整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期望值 全面提升自身能力 不仅要做到专业技能一流 还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对自身价值有清晰的认知 不仅仅为了金钱而工作 还要平衡发展智商 情商 灵商 和健商 让自己的情绪更平稳 身体更健康 工作能力越来越强 节目结束前 让我们一起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 在你的工作中 除了专业技术能力 你认为 情商 健康 商术 和灵商的重要性如何呢 你有与知相关的经验吗 二 通过以上学习 你打算如何设定和调整 自己的心理锚点呢 你希望这种调整对你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 你尝试过帮助他人 比如你的老板或者客户 调整对你的预期吗 在此过程中 你是如何跟对方沟通的 结果如何呢 盼望听到你的分享 让我们相互砥礼 在职场上行出卓越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这是你的职场 这是我的职场 这是我们塑造生命 一起成长的地方 在这里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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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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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